這個刑事調查跟民事訴訟不一樣的事 民事訴訟官司打完了就打完了 雖然說美國的所有的刑事案件 這個民事案件都可以查得到 但是媒體一般都不會關注 它不會成為一個社會焦點 所以由美國政府 司法部或者是地方檢察官 進行這個起訴 刑事起訴至少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它變成一個公共事件 就是說媒體都會報道 然後司法部會發新聞 這樣的話就引起公眾關注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以往的民事訴訟是公司對公司 但實際上因為對面不是公司 對面嚴格的說是一個國家政權 所以說由每個公司用自己的一己之力 來對抗一個政權的話 而且這麼龐大的一個極權政權的話 確實很困難 那一旦採取刑事訴訟的話 就等於是政府出頭來為企業 為美國公司討公道了 所以說政府對政府的話 就是說等於是也用國家的資源的力量 來對付對方國家資源力量 這就對等了 這個因素我覺得也很重要 對華為來說的話 它當然就面臨著這個訴訟案 當然這個訴訟案能不能打贏 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美國這個司法確實是獨立的 就是說你雖然政府想告它 由於證據不足的話 能不能告贏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越來越多的這種就是企業盜竊 商業機密和知識產權的行為 進入司法程序以後 那對這個就是從輿論上 或者是從各個國家政府的關注程度上 對於華為進一步的擴張 它的這個在全球的擴張 肯定會造成負面的影響 因為只要負面新聞越多 還有呢就是這個訴訟案子越多的話 那麼人家就會越來越關注到 華為背後的中共當權 這個當局政府在後面可能起的作用 對 所以對它的全球擴張是一個 起到一個遏制的作用 對 對